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焦点 是习近平外访期间动手 还是北戴河上掀桌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9号 协同夫人彭一元离开北京 开始出访阿联酋和非洲四国 这将是习近平上台后第四次访问非洲 也是近30年首位中国元首到访海湾国家阿联酋 习近平此行的背景是中美贸易战持续 中国需要寻找更多尚有开发余地的地区进行扩张 陪同习近平出访非洲的中共官员包括 中办主任丁薛祥 外办主任杨洁篪 外长王毅 中国发改委主任何立峰 习近平定于7月28号结束本次出访 与此同时 北京城有关政变的传言甚敲陈上之际 7月18号 人民日报再度只字未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相关活动 包括他周四将出访中东和非洲 自由亚洲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 高层因受到海外舆论的压力 令官媒不再频繁地报道习近平个人活动 不过又据官媒报道指出 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本周一强调 要确保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定于一尊的权威 上周人民日报三度未刊登习近平的活动情况 引发了网传北京中南海发生政变 或习近平退位的谣言 本周二也就是7月17号 人民日报头版恢复大篇幅报道习近平出席各项活动 而周三有关习近平的报道再度消失 一周内党媒报道习近平的变化 让分析中国正情的人士眼花缭乱 学者吴佐来在推特上表示 新的宣传原则有活动则宣传 无视则免 这是泼墨之后的大变化 也是传言元老干政之后的新风上 习和保卫战正在进行中 元老们也只有今下有机会了 一位要求匿名的学者告诉自由亚洲 中南海高层因为受到海外舆论的压力 现已改变做法 除习近平出席重要场合和发表重要讲话 党内一般性活动不再高调报道 但该名学者表示 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有所动摇 习近平的地位很稳固 对于连日以来有关习近平的负面传言 中共高层再度以舆论造势力挺习近平 新华车报道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16号召开会议进行集体学习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进行专题讨论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主持并讲话 会议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要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思想武装头脑 增强四个意识 树立四个自信 确保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锤定音 定于一尊的权威 当天央视发布快评表示 万山磅礴必有主风 龙眼九章 但之一灵 中共党员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都要坚决维护习近平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7月18号 中国公安部举行会议 就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表态 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是公安机关最大的政治最大的大局 中国公安部部长赵和志说 要确保公安工作始终置于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绝对领导 全面领导下 坚决维护党中央一锤定音 定于一尊的权威 根据百度百科的介绍 定于一尊是一个成语 意思是指具有最高权威的人 古时候也指思想学术道德上 以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做唯一的标准 北京学者荣健表示 六年来中国的内政与外交 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出现了非常荒唐的事 就在外界舆论分乱与外交形势严峻之际 习近平展开今年首次外访 据知情人士表示 习近平此次外访行程早已在去年已确定 其先前人员已于十天前已到达上述国家 互联网上有耸动传闻表示 习近平此次外访之际 国内元老会有大动作 另外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即将来临 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 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可能会令外界格外关注 学者邓玉文在BBC撰文指出 在当局的制度安排当中并没有北戴河会议 所谓的北戴河会议 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 指的是中共高级官员利用暑期 在北戴河度假难得的休闲时光 就时下某些问题碰碰头交流看法 它一般不会形成有约束力的会议决议 更多的是党内要员和退休元老表达意见 具有闲谈性质 但由于平日这些党内要员 尤其是退休元老难得聚在一起讨论问题 因而实际上具有某种对时局和政策评价和检讨的意味 这是北戴河会议受到外界重视的原因 历年的北戴河会议都少不了人事的议题 特别是中共党代会之前 此外 某项政策失误或者某个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 乃至领导人的个人执政风格也会成为讨论的议题 邓宇文说 在7月底8月初 大批中共高官和退休元老勇往北戴河前 对当局来说最重大的事情 无疑是中美贸易战 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内外环境的一系列变化 相信这会是此次北戴河会议 党国要员和退休元老难以避免 又不得不讨论的问题 至于领袖会不会在会议上遭到公开发难 以及他是接受批评还是以退为进反格一击 是会议的一个观察点 但目前不好判断 对于中美贸易战开打文章说 尽管中国政府应该已经制定出了 相应的预案 但按照惯例 应该还会让退休元老和其他官员参与进来 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贸易战持续发酵会涉及更多人 当局不大可能撇开他们自行其事 有传言称 中美或在8月就贸易战谈判 很可能一些组合派的官员和元老 会对当局的应对之策提出批评 两派会在会上有交锋 但最终是主战 亦或者主合或者折中 取决于他们对贸易战 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破坏程度的估算 以及中国手中是否有足够的牌 可以来应对 东宇文认为 除讨论贸易战本身的应对方法和策略 本次北戴河会议更可能讨论贸易战对时局的影响 以及由此引致的中国社会的微妙变化 以及对中共统治会带来哪些可能的变数 对党国要员和退休元老们来说 贸易战他们当然关注 但更让他们揪心的可能还不是贸易战 而是贸易战引发的党内和社会的某些变化 在北戴河会议上 当局可能会讨论以下的问题 如何定位中美关系 美国究竟是竞争者还是敌人 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已经结束 还是仍可争取 和平崛起是否可能 中国的外交要继续目前的模式还是收缩战线 民众对中共统治不满的加剧 是一种趋势性的长期现象 还是仅在眼前特定时期下出现的问题 中国社会是否会爆发总体性的危机 中共的执政风险是否在加剧 贸易战会引爆经济危机吗 目前的经济政策是否要调整 东玉文认为 对于上述问题 会议估计难以有一致的看法 而且当局的危机意识很强 他们时刻警惕着各种不利于中共统治的因素 出现或者积累 要将危险消化在萌芽状态 因此 对于贸易战有可能引爆的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 当局是时刻警惕战战兢兢的 党国要员和退休元老们在北戴河会议上 就此争吵恐怕是免不了的 总之相对以往 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会是凝重和艰难的 尽管大家都知道问题的根源所在 但无人敢提及 当局最后会用党内团结和党的事业来号召共克时间 但是会议也将会清楚地表明党内高层的裂痕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焦点 也论欢迎讨论